而推动五鹤扩大灌溉服务的维护管理措施 农衰鼠花馆处与地方公所农会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并且领选抽出了24区 共6万平方公尺值面积范围作为示范区 并且选出了塔长嘉明茶园负责人高兆许 来担任塔长一职 而高兆许勇于承接并表示 也将全力以赴维护管理喷管秩序 在农衰鼠花馆处 瑞瑞工作站以及台湾水资源与农业研究院等单位的共同见证下 嘉明茶园负责人高兆许 与瑞瑞香农会总干事黄上皇 签下示范区合作备忘录 并且勇于承接示范区塔长一职 因为水利署他们真的很用心帮我们五鹤茶区做灌溉 因为旱灾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有救命水真的是非常好 刚好在我的园那边有一个水塔 因为供水的时候是要大家公平的去分享 再过来就是维护 所以说我也很乐意的接受 为了解决提升五鹤台地灌溉用水的设施与效能 达到旭丰既枯有效利用水资源的目的 农水署花馆处近几年来积极建设改善蓄水池 于灌溉水路的设施 目前新五鹤地区已经建制完成之际 农水署也同步启动五鹤扩大灌溉服务维护管理措施施班计划 以供水塔作为单位进行领选 最后抽选出了第二十四区 选出塔长加明茶园负责人高兆许来担任塔长一职 负责该区灌溉秩序的维护 以此事办作为未来五鹤地区扩大灌溉的基础 水塔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现在是谁在使用 谁在使用他们都有一个表 有一个水表的时候 谁用的最多他要使用者付费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看管线有没有漏 或者是像分配的有没有平均 有没有公平这样 我们那区有20个地号 所以说地号在每一个地号上面 要灌多少水下去都要平均分配 种了大半被子的茶 尤其为五鹤蜜香红茶研发生产鼻祖的高兆许 接下塔长一职负责维护管理灌溉水浸路与设施的工作 对高兆许来说即便是一项大挑战 但是高兆许表示有农会公所以及瑞瑟工作站当后盾 他有信心为五鹤茶产业供好的目标全力以赴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瑟采访报导 再次提下来 这召莲地的大臣 揉莲地的大臣 最大臣 最大臣 是不贵的 感谢观看